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家人的鼓励下开始学习表演 成为一名话剧演员 恰逢20岁那年 北京战友话剧团学员班招生 这也让他开启了10年的军旅生活 他就是以率真阳光的形象 赢得大家喜爱的演员张艺 因为我们现在是做了几期明星的选题 然后当时我是选的张艺这个人 片子主要讲的就是张艺他怎么样 从小到大是怎么走上演员这个路 因为他其实长相并不是一个特别 不是特别帅 然后也不是特别有特色的 这么一个演员 讲他是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 然后去锻炼自己的演技 然后成为一个 每个人都觉得他是一个演技特别厉害的一个演员 作为第一次独立完成选题策划和拍摄的新手导演 在开拍前的选题分镜会上 尽可能地把选题中存在的问题 一一提出与大家共同探讨 在这里在张艺的自论中 他讲了他老师对他的评价伤害了他这段 这两个段就用讲述 就自然说 然后下面讲的是 二文化剧院的学费是比较高的 以及他父亲我们要拉下脸 跟学生家俩借钱 这段设施的是用解说的形式 因为我们这个还原区主要的是 主要角色是张艺的父亲 跟张艺的母亲 然后张艺的父亲是由陈林浩宇来演的 他是九级的 特别年轻 但是其实演到最后一场戏的时候 他要演一个七八十岁的 一个老爷子 张艺他父亲 差不多有七十多岁 然后就担心这个跨度有点大 然后可能到现场要认真地挑一挑 考虑到惠山导演是第一次接触现场录制 家世栏目组的主编姚华 一直在拍摄现场帮忙把控剧中需要注意的细节 这一场不是 不是这一场不合适 这一场就是那个 这一场还没较好 对 因为还没出门 他跟他母亲的对话全部就是几个三场 对 满院跟辩姐 就是本身这两个 他就是一个能激烈起来的 两种态度的 如果我看的话 这一场可能其实是更激烈的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完成这么一个片子 把一个完整的一个片子 但其实这个过程中 还是比如说像华姐啊 蔡老师 都会在一边帮我 然后比如说带我怎么样去各种协调 第一场戏需要布置张艺学生时代的家 为了能让场景更加具有年代感 道具师费尽心思逃了很多老物价 我们现在布置这一场是那个 八九十年代的一个客厅 这客厅呢 就是我们今天啊 还原当时那个年代 也找了一些那个年代元素 就是像沙发呀 还有那个电视呀 台灯 还有以前的那个小圆桌 就是这类桌 还有增加一些就是生活气息的东西 一些咱们那个做饭的什么东西啊 放点菜啊 还有就是装饰一下 当时代表代表的东西 一些蝴蝶结啊 还有挂饰啊 什么之类的 这个电视因为时间很久了 就是现在已经不好用 一次机会就碰到它了 就把他们那个给收下了 就是一直留着 因为这有时候经常需要用到 这个电视机啊 已经我陪伴我们那个 到去做了已经很久了 背着拿起来又没水 就有点招定的那种状态 对了 现在入管 我先拍我 先拍我的状态啊 不是 就是我们先拍一个大圈 但是在一开始 你就这样一种状态的 对了 有一场是老一点 有一场是特别老 还不着急呀 然后我来 宅住点吧 对 还不着急 还不够宅 反正你就是心里 当初张义报考志愿的时候 你意孤行 第一志愿 除了第一志愿填了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 其他的志愿都空着 我就反对 第二三志愿全是空的 第二三志愿全是空的 我就不同意 我就不同意 你也不劝劝他 现在好了 连退路都没有了 我怎么没劝劝他 张义这是非 就北广还是说什么 北广 北广 对 说广远 说北广 我还没有改 我给念段当时 我记得 你叫广远 就是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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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场次拍的是 张义高考落榜 然后就把自己 锁在家里不出门 然后他爸爸妈妈商量着 怎么样去帮他走出 这一个困境 走出这种 就是这种情况吧 来 准备好 参与 张义四海一声 平一声 好 来 准备好 来 准备好 滚道走 我说你也不着急 这张义当初放考志愿 你也不行 这除了第一志愿 填了北京广播学院 二人家志愿都是哄着 我就不同意 你也不确认了 现在好了 连将退路都没有了 我怎么没善呢 张义这是铁的心 要去广远学会议 嗯 行 好 停 以后就是你要知道 我们拍的时候 带主持人的话 最好给主持人 后面就是担住 一个他个人担任的 就是因为你看 我们街上的光 主持人打的 都没有那么多的信用 然后给主持人 带一个主持人 就是他自己担任的 然后他在哪里 给他垫一个女朋友 这样的担任 就会这样 就和我们讲说区一样 就是他的那个 整个主持人会好 对 它会好一些 对 那你这一场 就是这一部 你知道肯定是要再来 再来第三遍 第三遍的时候 一定会单独拍主持人 跟合他的 对 就是这个便导 他从那个稿件 然后到那个分镜 然后都是我带着他 因为他是那个新便导嘛 然后那个第一次写稿件 然后第一次做分镜 第一次拍摄 然后所以就是 我需要就是 要有经验的那个前辈来带着他 然后帮他一起来完成 这种情况之下 他也可以就是更准确的熟悉 我们拍摄的那个 哪些东西需要这么做 哪些东西也是错的 不能做 知道这些东西 对 那就是就是他今天的表现 你满意吗 我觉得还挺好的 他不紧张 然后就是 呃 自己敢表达他自己 就要拍摄的那个想法 然后 沟通的时候不欠 就是 就是那个 新便导来说 他已经还不错了 第二场戏 虽然场景没变 道具师在细节上 做出了调整 再往里走点 来 对 帮他重点往里走 帮他锅子整体 都往里走吧 现在放不全 饿得往后走 再往里走 没考虑大熟吗 就已经考虑大集了 证明那我这不是更受刺激了 换你你受得了 这孩子是治不了的 这孩子呢 这孩子是治不了的 之前给他从广院带来 之前从北京带来广院 老师鼓励他的信 也不知道被扔哪去了 这现在批评他 反应更大 接下来这场信呢 是因为 他的背景是说 他张艺的父亲 带张艺去哈尔滨画剧院 去的招生办 想要让他去学画剧 但是被画剧院的老师 嫌弃了 因为他觉得你这个人 长得也不咋地 然后就不适合演戏 然后张艺就回来 然后因为被这么说了 他肯定心情特别不好吧 然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然后在张艺家里面 就是父亲跟母亲的一个对话 开机 八岗一一四十天二六 张艺 张艺呢 我向他出来 我还想再去呢 你说他们是去去面试的吗 这孩子怎么一回来 又把自己装备了 他这哪里是去面试的 他简直是去给别人当好吗 好 停 也可以 好 过 我试演就是演员张艺的父亲 因为确实我这个现实年龄 跟这个张艺父亲 当时那年龄差比较大 然后我觉得就是尽量从声音方面吧 对 然后尽量从首饰或者步态方面 能凸显他的年龄吧 所以我觉得从这三个方面 稍微研究一下 就是我之前像上学的时候 每次去网吧 然后都能碰见我爸 就敲课的时候 所以说当时我记得就是跟我同学说 我说每次去网吧迎接我的 不是我的好朋友 都是我的父亲 对 这点也影响挺深刻的 演了这场戏之后 也从心里面也感觉到 理解了当时我们的两股牛心了 对 也感觉当时他们为了自己 确实挺不容易的 对 接下来的这场戏拍摄的 背景季节是东北的寒冬 在剧中导演要求 演员的肩上落满雪花 这就需要道具师想办法亲手制作了 看像不像雪了 这就是那个雪粉 雪粉那个泡加水 加水它发开之后就这样 这雪太滑了 这雪有点干了 但是我也能拍到了 没事 拍到你 对 就我们一会儿好扫 因为第二遍就是 它那个雪不会化的 我们还得把它扫出来 咱们这场戏呢 就是讲少年的张艺 他是特别不懂事的一个孩子 然后就故意把 家里的那个唯一辆自行车给弄丢了 然后家里 家里面家人发生的一些事情 来 给他走 哎呀 你可声回来了 你说这么多的天 你要命啊 找不着自行车才是要命 你到底找到没有啊 没什么 明天 我再去演出看 爸 来 你还能坐着 好 给你发到最热水 哎 不用看到 请我倒 好 行 在刚刚的录制中 演员对于戏中角色的理解 和情绪的把控 与导演的要求都有所差距 导演再次上前 耐心讲解角色定位 其实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第一句还见得长得没有 一家人都在关系这次的车好 我这风这么半天 他找到了吗 只有他 只有他关系 就只有我关系爸 不是 只有他关系自己车找到了没有 我们家的财产我不关心 不关心 不关心 但是就是没有他的那个丑度 就是他爸是特别那什么的 就是大家 你们关心的是 更关心的是他 好 好 来吧 只要一二四三三三一 你们好啊 回头走 你可是回来了 这么冷的天 你不要命吗 找不到自行车才要我的命 我刚才演的张艺 挺喜欢的 从他四边突击就特别喜欢 因为他演的角色都特别的好 特别 我特别喜欢 特别是那个追凶则演里面的五星杀手 我们是想通过他本人周边的人所发生的发生的事来讲述这个人本身的故事跟他是怎样一个人 好了 这一期的情动时分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吉林卫视 关注情动时分 也别忘了收看今儿播出的家事 高考失利 一张城镇青年戴业症让张艺自尊心备受挫折 为了让他有大学可念 父亲低头向人借债三万 甚至坐着人生中的第一次飞机 年少不懂事的他曾让家人担心他以后扫大街 本期吉林卫视家事为您讲述实力派演员张艺的蜕变之路